香港人最喜歡晚上探望糖水 佐敦四十年老字號 戒戒甜品 由當年一百呎小店 做到現在連台北都見到它 他們還連續當年 榮獲米芝田推介 連發哥都是他們的熟客仔 認真花幣 其實我中學時已經來到吃 如果推介可能是芝麻糊 因為它煲起來 它煲起來不會一够够 其實都合理、平民化 八果腐組糖水 所以我都給小朋友吃 知道老闆很凌晨 不知幾點開始煲 我覺得很好吃 他們的出品沿用第一代老闆的食譜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變過 以招牌芝麻糊為例 一碗湯的糖水 背後要經過洗、浸、磨、炒、煮 每天早晚都要用猛火炒香 一大鍋芝麻就要不斷炒 不然就會焦了 那麼用心做出來的芝麻糊非常濃稠 入口每一塊塊非常香滑 芝麻糊連同合陶露、杏仁露 合稱為佳佳三寶 兩者做的時候火候也看得很實 一旦有少許焦就要重新做過 杏仁露白滑細緻 合陶露香濃無苦澀味 招牌薑汁湯丸堅持用老薑 再加上備製方法泡製辛辣薑湯 自家巴製的湯丸皮薄餡多 願意選擇靚料 整成的傳統手工甜品實在買少見少 因為曾經獲得米芝蓮推介而被大幅加租 更加因為這樣而搬舖 老闆都堅持用親民家發售 難怪得這麼受歡迎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